因為JKMobile它的特性最最重要的就是說 它主要的這個韓式目的就是 讓你在很短的時間裡面 可以把一個手機上的版型快速產生 反正按鈕都夠大 不會像以前的網頁 你不能用以前的網頁 直接把那個網頁放在手機上 你會發現人家看得很痛苦 因為手機沒有那麼大 所以如果你把以前的網頁的版型放進來 那整個感覺就完全不搭 而且超連結 光要點也很點的很辛苦 你要突然放大又要縮小 要放大縮小 其實對於使用者來說非常不方便 但是如果你懂得利用JKMobile 其實它的包含像DiskView 包含像剛剛Netbar 包含剛剛講過的像Button 其實這些元件都可以讓使用者 很方便的去取得他要的資料 點下去就出來了 另外它的好處就是說 你根本不太需要做太多的美工 就可以有類似美工做出來的效果 雖然說它預設的東西很少 顏色也很少 iCon也很少 可是後面其實我們會再講 就是說如何透過你的制定 可以讓顏色增加 最多到26種 A到Z 另外iCon你也可以自己去網路上找 那種很多免費的iCon 你也可以把它再加進來 那整個版型 整個感覺完全就脫胎換骨了 那這件事情 如果你要用原生的方式 比如說Enjoy 你用原生的方式寫話那不得了 你可能要學很久還沒辦法做出一個 可能像個樣子的東西 那更不要說iOS 那那個它寫更久 所以那個JQ Mobile 它如果配合那個像Visual Studio 或者Phone Gap 它可以很快的幫我們產生APK 或者是iOS上面可以安裝的那個APP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想是它的一個很大的一個優勢 那也就是目前看到坊間很多的APP 主流APP慢慢好像慢慢的倒向這個方向 為什麼? 因為設計APP再也沒有那麼複雜 再也沒有那麼困難 所以這學期為什麼會開這個課 所以我覺得方向好像 因為以往都是開原生的 就是開用Java開始寫 然後學完Java 大概就學完一學期 一學期學完之後再來學Enjoy 再學一個學期還只是入門 還只能做出好像很簡單的東西 然後再學一個學期 才有可能做出可能稍微進階一點東西 所以這個當然 如果你沒有那麼多時間的話 但是你又很想要趕快做出APP 這個是一個蠻不錯的選擇 OK 那剛好最近Visual Studio 以前JQ可能很弱的部分就是說 它可能在外部呼叫一些硬體設備的時候 很弱 但是Visual Studio 又把這些東西可能的缺點 它全部一次把它全部解決 它可以外掛 很多東西不行的 它外掛一下全部都可以了 所以我覺得這東西 未來應該是 我覺得還蠻有可看性的 不是像以前那個完完全全沒有人特別注意 所以這個也許各位可以 再多花一點時間去聊天 那但是這些東西說真的 沒有那麼簡單啦 但是我覺得也沒有困難到完全不能理解 最重要是你要熟悉 而且要動手去慢慢的去做啦 那如果說有細節上面錯誤 就是要再去看城市碼 OK 不是只能依賴那個圖形而已喔 OK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看 如果我要做出綠島機場的左邊跟右邊這個 先看一下這個左邊的部分 一個home 這個也是我們剛開始上課講的嘛 有沒有 如何做button 那做的方法的話 其實第一個你可以先在哪裡呢 現在在綠島機場 當然點一下嘛 然後我的習慣是這樣 先在這邊打一個home 可是它現在是在哪裡呢 在它的裡面 就是header裡面 有沒有home對不對 所以一般我習慣是 就是可以把它搬到 不要放在header裡面 但是你可以先做完之後再搬出來 或者是說你第一個先打一個home 第二個的話把它變成 它要放在上面的話 那你要先做一個就是data role 等於什麼呢 等於button 先把它變成button 可是這樣好像會有問題 所以喔 不對 感受一下 先把它先搬出來好了 不然等一下你這樣做會有問題 就是先打一個home 但是你在圖就是 就是右邊的地方沒辦法搬出來 所以怎麼辦 你可以喔 在這個程式的地方 所以還是建議程式不可不可免的 因為你沒有用程式 你沒辦法搬出來 在這邊搬不出來 在這邊可以 然後把它改成什麼 data role 把它改成那個 這邊選它 那這個時候選選取的時候 記得一下 不要選錯喔 現在變得比較不好選 選到OK 那裡面的話呢 大概就是喔 你要先做那個data role 不過你會發現 它這時候又選到header 再點一下好了 這邊再點過來再點過去喔 選取之後 確定一下它不要顯示是黑的這種狀態 這個是data role的黑的 那不然乾脆喔 這個時候其實喔 用圖形畫 就不好用了 那怎麼辦 直接自己打比較快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那如果你要打這些程式 其實也不困難啦 裡面大概就是說 先加一個超連結 然後連結到哪一個呢 連到home 那icon的部分的話 是data icon 然後它pose的話 是那個notice 所以喔 這個部分 也許你剛才這邊的話 你就自己 自己打 直接加連結 加個連結嗎 直接在外面 直接加一個超連結 然後是做home的超連結 你說先把這個先做 直接在這邊 正式碼裡面 作業比較好 不要再 這邊我看喔 其實你如果先加一個 欸對喔 你可以在這邊加 我看喔 兩種方法 我記得 第一個先加超連結 加了超連結之後 你會發現 它那個剛剛本來 data roll會停在黑的 就不會了 所以欸 就是把它搬出來之後啦 然後再加上一個超連結 先加超連結 然後 再加一個data roll等於button 欸沒問題啦 欸這樣也可以 OK 所以把它搬出來 用程式搬出來 加超連結 再加一個那個button 然後並且喔 iPhone部分 先加iPhone iPhone等於什麼呢 這個data icon 等於一個home 把它加一個回家的圖示 然後data這個iPhone的position Pose喔 就是它的 呃就是 字的部分喔 把它改成notes 好 那其實改完就等同是 程式寫上去啦 所以喔 要不就是說 如果你實在是做不出來 還有一個方法喔 雲端上複製貼上 貼到這裡來 也可以啦喔 實在是做不出來啦喔 好那把它save一下 然後再即時看一下 綠島機場一下 綠島機場一下 欸出現了 home一下 出來了 ok好 我再把重點提示一下 因為這個喔 這應該是最容易做錯的 欸一 這個東西喔 我把這一邊 這個 其實這個是剛剛做喔 一 先游標放在 綠島機場旁邊 打個home 但是它會在哪裡呢 它會在h1 這裡面 所以請你怎麼樣 把這個home喔 搬到它的外面 就是h1的外面 對不對喔 再來 再點回來喔 點回來它變字變縮小 好那 記得是先做超連結 所以選取它 選取這四個字 加上超連結 打一個home enter一下 再把它的那個 總共三個屬性喔 改一下 data rule button icon home 就是那個home的圖示 那再來就是notice OK 即時一下 這樣的話 看到應該結果就會是正確的 好 那做完之後 待會再來看 如何做那個 下一個景點 下一個景點 所以等一下的話 如何再增加一個 在這邊增加 下一個景點 下一個景點 ok 試一下好了 畫面還給各位 ok 這個難度算是稍微比較高一些些 但是實用度還蠻高的 也就以後喔 如果你要所有的頁面都回home的話 那當然你這個地方喔 直接放個home 喔 看什麼 可以 就這樣 太多大一下 你 你 感谢您的观看